唉 這些真是 好啦 今天說了 其實我發覺 今天好像很多藍絲 都好像開始有暴應 但昨天我們說了的士狗 那些的士司機 不要說的士狗 有些的士司機 聽起來就不開心 但我發覺呢 的士司機聽完節目 詳細解釋那個問題所在 就走來找我 他那個說法就是 不是什麼Uber搶客的問題 而是因為你有了Uber之後 他除了爭生意的問題 是因為當你個個都走去做Uber 那你很說不好聽 很多司機其實真的 可能是那些駕駛伸手來的 再不是就會令到某些上落客區 例如尖沙咀本身已經塞 跟著你一到上班下班時間 甚至星期六日就更加塞 你如果政府是有心去搞的話 即是有心去處理Uber的話 是不是應該在立法會裡面 你現在整班叫建制派 那不會有什麼爭拗 說全部都是單純利益的問題的話 那些運輸界法律界 那些是不是出來要規管Uber 你這個政府又沒有興趣去做這件事 這個才是最吊詭 那當然不會 甚至乎你見到那些市眼傳媒 都對這些的士司機 他們很多都是藍絲 收穫五十多萬 五十多萬 就撞交別人的斷腳 然後還可以收到錢 就被人施了 像個豬頭一樣 那個人是標準藍絲 甚至乎是藍絲裡面的人渣 除了他們之外 你見到有一幫人 有什麼響應警察的呼籲 就說會留意一下那些可疑人士 建而即報 偷聽你自己的乘客 那些什麼講電話 那些對話 建而即報 這些 那像大陸 大陸更誇張 大陸簡直是有 即是有Live錄影的 去監聽的 即是會有這樣的 那這幫人 今天就 原本就是約定了 就在這個大埔臨村那裡 就罷洗 罷洗 就租了一個 那個什麼 停車場 就是罷洗 罷洗三個小時 但是拿不到 不反對中資書 然後你訴諸 你是不是可以訴諸 那些市民的同情 又沒有人同情你 沒有人同情你 沒有人同情你不得 一個二個落井下石 說什麼呢 現在的瘋狂落井下石 主要就是老弱 你聽一下他們怎麼說 究竟他們有沒有可能是五毛 他就說有個婆婆 他一次大雨期間 在東華的醫院折車 他說請司機 就幫他接輪椅 然後 在那裡避雨 他老公就上車 但誰不知 那些司機 就馬上他 就載其他乘客走 他就叫他 你業界反映一下 那些態度 那些惡劣態度 而不是在那裡罷工 找市民的方便來要脅政府 那這個就是什麼 找市民的方便來威脅政府 這件事 以前我記得CCTVB 最喜歡在七一的時候 問一下 軒尼斯道旁邊的商店 那些反應 會不會阻止你做生意 這班人 是吧 其實你看到是沒有什麼的 你看到是沒有什麼的 那為什麼沒有什麼 因為大家都覺得應該上街 覺得這個是應有之義 另外一件事 就是軒尼斯道那些食肆 和那些士多 真是因為 每逢星期六日 每逢抗爭那段時間 生意特別好 你不是找市民的方便來 要脅政府的市民的方便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是被打壓的 你覺得是值得可憐 示威是怎樣的示威呢 因為你覺得 在社會的正常渠道裏面 得不到公義 我才示威 要求政府做事 那如果政府都是不做事的話 你就可以掃諸媒體 掃諸市民的同情 然後撞大你們的政治能量 令到政府有壓力低頭 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示威 就變成示弱 甚至乎有反效果 一個一個落井下石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這些人 平時就是專門針對老弱 尤其是去到醫院的地方 一見到輪椅客 就掉頭走 甚至乎 他又有幾個坐輪椅 就是那些診所 醫院裡面 他說看到的士 就算是吉車 一見到這條隊 全部四五架車 這樣走開 一見到輪椅客 最後他只有叫那些朋友 網約Uber 他說什麼 不是我不想坐的士 是他不做我生意 他們要想一下自己 為什麼這次罷工 沒有人支持他們 對吧 有一個陳太 已經第三個 一個一個 大家說的西野 全部都由來已久 不肯接輪椅客 不肯過海 突然之間不識路 兜路 以前那些警訊都有說 改標的事情 都還未開始說 很多人都遇到這個問題 下大雨 截到一部的士 都叫他等下先 我們截個龍蟻椅 我推先生上車 結果他見到其他人 就搶搭就走了 這樣 無聊人 這個正 打風加價也算 那些的士人 連世界盃都可以加價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法國爛財 你說法盛事財 這些 你猜你是海洋公園嗎 你猜你是迪士尼嗎 真是 有一個 住在大埔北 早上沒有的士 願意入三門仔 只好Uber出門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是一樣的 你打電話 去的士 或者打電話去Uber 如果你有些 我們有時候行山 不一定是去三門仔的地方 例如你說去什麼 我們平時不是說去 去浪企 這樣算 去浪企 我們在哪裡下車 大浪西 大浪西灣 大浪西灣 西灣亭 或者大浪西灣 西壩 你說浪企就是東壩 南蛇尖 西灣亭 上南蛇尖 其實是北潭沖 北潭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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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北潭沖 但是如果 你很多時候 想省錢 你就在西灣亭 北潭沖 那邊走 如果6點 打後 就沒有這個 穿巴 通常都是去海豐士多 那邊問可不可以幫忙 叫的 其實叫的有數 說的 叫的有數 說的 如果他不肯 就問我可不可以 給雙程錢 這樣 是吧 Uber都可以 那Uber 那些他就馬上報價給你 是吧 Uber已經是 報定條稅 就告訴你 預計是多少 可能你預計二百 可能你預計二百五 那收出來的錢 即Uber收你的錢 就不會距離這個 事實和預估 就不會距離太遠的 但是 如果你說的士的話 很多時候 你問 你問的士佬報價 他講好了多少的話 他一定是獅子開大口 即是這麼說 Uber 和的士司機 其實都是人 都是司機 就是你賺錢 但是為什麼 沒有人會說 Uber拒載呢 因為Uber 他沒有動過的士排 在車頂上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是Uber 即是在APP裡面搞定 是吧 願者上吊 這個就是 即是沒有說 拒不拒載的問題 既然你自己不是標明的士的話 那你就本身在APP裡面 你可以選擇 你接不接載 不正確 在價錢上面 Uber 很多是兼職的 不是不正確 在上面點價錢 你要搭我這輛車的話 我就給你這個價錢 就沒有說 政府standard 就是說 你說 劃一個牌架多少 起標價多少 沒有這些事情 是吧 這個就是fair 所以就沒有說 所謂拒不拒載的問題 但是你既然 你叫一道的士司機 你車根本上 就是油紅的士 那樣 你就沒有這樣的彈性 是吧 有些人就說 這個就是正仆街 明明我有八十幾歲的婆婆 她就說 我都遇到那些態度很好的的士司機 但是差那些真的差得不得了 有一次她上車 司機又不按麥錶 喂 這真是正仆街 我按麥錶 你自己應該是standard的 那她說 起初感到奇怪 她提醒她 你按麥錶 竟然罵她 你不早說 這樣都可以 然後下車的時候 還要跟她喊家 就是殺價一百元 知道吵不贏她 只好付錢 吵不贏她怎樣 通常都說 你不滿意 我就車回原居地 你上車的地方 那你去看那些 香港馬路奇觀的那些 車鏡片 都真的有不少人 為那兩元 然後 那些車鏡片 是願意為那兩元 將你上車的地方 就是餵一口氣 餵一口氣很重要 有時候我也覺得認同 如果你對著西客 如果你和你真的 叫那幾元素 我就會和你玩東西 你玩東西 我便和你玩東西 看看誰不著數 直接放上網 不是你養蟲 試過最HIT 有一段片 就是啟德 在啟德那邊 有個的士人 就和女兒 叫不成功 就不讓女兒下車 然後在啟德那邊 游車河 這就是活該死 你猜不到 這些市民打電話進去 證明了你究竟 昨天我記得NOW的訪問 他們沒有什麼好抗爭 他們沒有什麼好示威 我不覺得他們值得去要求什麼 我是會支持他們 即是對立那邊 你看到有年輕人 我支持他正在反對的那個平台 簡單來說就是Uber 挺好笑的 另外 今天是連這個 這個就要解讀一下 為什麼文匯報都會落井下石 市民都算了 文匯報 今天就A2全版去落井下石 Uber有優勢 的士就不要趕客 Uber 車資有預算 付款更便利 還有投訴更加有效 有三大優勝之處 還說自己有記者 就親身試搭Uber 就由銅鑼灣 就坐到去田灣 了解白牌車的取勝之一道 又說 負評司機就會被平台處罰 服務態度比較優 而且未上車 就已經知道預算收費 就不怕他兜老 其實這些事情 本身的士都可以做到 科技上的問題 整個的士工會 車主會 如果大家夾錢去搞一個APP 去跟它競爭 這些事情有什麼問題 不難的 當然不難 有彈性 所以這些就是 自己不做 自己是不改善 不思進取 不思進取的原因 網友都說過 四百多萬的士牌 而且還可以越炒越貴 在很多的士車主的角度來講 我不用做的 我坐在那裡等排費 等排價越來越貴 那時候 我就拿出來借錢 然後做其他大茶飯 然後就剝削租車的那些司機 在很多司機的角度來講 大哥我為了回本 一定是做世人的 如果不是我怎樣吃飯呢 整個業界的生態本身就是這樣 才養了一群害群之馬出來 那我想問大家 為什麼文匯報在這個時候 會A2傳版這樣去 落井下石呢 是不是因為 看不順超 其實你想想 這是condom來的 這些平時愛國愛港 國慶的時候 他們就會插旗在車頂上面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呢 無端端的士司機會變condom 為什麼會撐Uber 而對那些的士司機落井下石呢 那這個又是陰謀論 那陰謀論 我都聽過回來 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 他真的撐你美國老爺 外國人 事實上也都抓過人 那你不要以為 他真的支持你 這些來老爺 這些叫做 勾結外國勢力 這些什麼 其實 根本上就是 這些什麼滴滴出行開路 如果你找回 你說滴滴出行香港 如果大家在Google裡面 搜尋的話 大家會見到 九月十月開始 經濟日報 信報 Yahoo Finance 已經開始就傳 因為 滴滴出行 在美國那邊的上市 受阻 是準備著 明年在香港上市的 而且 雜誌額是挺好的 是吧 但是 行不行 如果你在香港上市的話 你要明白 一件事 上市首先 一件事就要鋪路 可以把滴滴出行 可以把滴滴出行 這件事就推廣到香港 給我們這些 假裝散用 如果你要 你首先要 平時不是怎樣用Uber的人 開始要用Uber 然後 習慣了Uber的時候 再嘗試滴滴出行 然後滴滴出行 會有其他 比Uber 更 可能會做得更加好 又或者有其他 不同的 features 例如 政客回贈 這樣讓你 去到 跟Uber競爭 嗯 如果滴滴出行 上市的話 看起來 應該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 不知香港 還有沒有那個 吸引力 因為現在香港 是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現在正在發霉 嗯 那